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澤連斯基自爆 習已對我作出承諾 拜登一語解剖騙局 時代雜誌專訪賴清德 談吐智慧 他願意與習近平一起 歹毒 中共炎致命病毒將毀掉人類一切 放毒前會給中國人疫苗嗎?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6月14號 星期五 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更新和動態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澤連斯基自爆 習已對我作出承諾 拜登一語解剖騙局 受邀出席意大利七國集團分會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13日在聯合記者會上表示 習近平之前在電話中向他承諾 中國不會向俄羅斯出售任何武器 並強調如果習近平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他就會遵守這一承諾 然而 拜登指出 中國沒有提供武器 但他們提供了生產這些武器的能力 製造武器的技術 所以他實際上是在幫助俄羅斯 同一天 拜登與澤連斯基簽署了一項十年安全協議 幫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 拜登表示 這項協議是自烏克蘭獨立以來 烏克蘭和美國之間最強有力的協議 該協議提出 如果烏克蘭受到武裝襲擊或威脅 兩國將在24小時內會面 討論適當的措施和防衛需要 協議沒有要求美國出兵保衛烏克蘭 但表示美國將提供長期的資源 訓練和指導 情報 國防工業支持等 幫助烏克蘭發展安全和防衛力量 抵抗未來的侵略 美國還承諾向烏克蘭提供F-16戰鬥機等武器裝備 繼續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 是本週四至週六 在意大利召開的七國集團峰會的焦點 七國集團領導人週四已經達成協議 為烏克蘭提供新一筆500億美元貸款 這筆款項將來自俄羅斯在歐美被凍結資產的利息 首屆烏克蘭和平峰會將於本週六和週日在瑞士召開 澤林斯基和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將出席 俄羅斯沒有受到邀請 中共也表示不會出席 《時代》雜誌專訪賴清德 談吐智慧 他願意與習近平一起 《美國時代》雜誌13日刊出總統賴清德的專訪 《時代》在專訪中 針對賴清德在就職演說中提及要恢復兩岸對話 貿易與教育交流 必須間接於尊嚴與對等 詢問如何定義與中共的尊嚴與對等 對此 賴清德表示 尊嚴與對等的前提有三 包括希望中國正是中華民國存在 每一個議題都應該要互惠互利 以及兩岸都應該抱持促進兩岸人民的福祉 未來邁向和平共融的目標的信念 進行交流 賴清德表示 兩岸互不隸屬是事實 只有團結並與國際社會連接 才能確保台灣主權不被侵犯 民主自由的方式不被破壞 賴清德還說 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世界安全繁榮的必要元素 我也呼籲習近平先生能夠了解 在台海製造爭端 影響印太區域和平穩定 是不會為國際社會所接受的 我邀請習近平先生 跟台灣共同承擔起區域和平穩定的責任 創造區域的繁榮 也帶給世界和平的利益 我內心一直有一個看法 一個穩定的中國可以成就安全的台灣 一個繁榮的台灣也可以帶動進步的中國 所以我並不樂見中國的經濟變壞 社會出現混亂 台灣非常珍惜來自國際社會的關心與支持 國際間互相幫助可以促進善的循環 讓彼此交流更加密切 這對國際社會的發展跟穩定有所幫助 賴清德也指出 中國近年來對自由市場的控制變得更加嚴厲 政策國進民退 再加上東海 南海擴張 導致台灣對中國投資 佔整體對外投資的比率 從2010年的83.8%降至去年的11.4% 而中國佔台灣對外貿易的比率 也從過去的50%以上降至去年的35.5% 台灣的經濟變好 並沒有受到中國經濟變壞的影響 台灣新政府願意協助中國 增進台海兩岸的和平繁榮 歹毒 中共炎致命病毒將毀掉人類 放毒前會給中國人疫苗嗎? 大紀元編譯報導 一位醫生兼科學家表示 2000年初爆發的SARS 讓中共知道了病毒的威力 並開始將之用作武器 史蒂芬·奎伊博士 曾任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師 現任阿托莎治療公司首席執行官 他對《大紀元時報》說 他們開始將其病毒視為潛在的生物武器 奎伊特別擔心武漢病毒研究所等機構 對尼帕病毒的高風險研究 因為該病毒更致命 如果你能在釋放病毒前 為本國民眾研製出疫苗 你就能達到真正不同的效果 他說 這是一種武器 奎伊說 有證據表明 中共正在從事尼帕病毒研究 其中包括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數據 2022年 在山東和河南省 發現了另一種亨尼帕病毒 即狼牙病毒 蕭恩說 該病毒與墨疆病毒最為接近 研究該病例的中國科學家 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 該論文稱 在35名感染狼牙病毒的患者中 有9人還檢測到了其他病原體 包括旱坦病毒和發熱半學小版 減少綜合症病毒 林博士說 在小樣本中 同時發現這三種病毒 非常罕見 令人關注的是 這些病毒非常致命 但卻沒有一名患者因感染而死亡 我的懷疑是 中共正在對不同的罕見病毒 進行實地測試 看看哪種病毒能夠在動物中傳播 然後傳播給人類 因為人類同時感染兩種或三種罕見病毒的情況 非常罕見 他說 馬里蘭州沃爾特里德陸軍醫院 前病毒學實驗室主任蕭恩林博士 進一步加深疑慮的是 上述論文的主要作者 來自中國軍事醫學科學研究院 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我認為 中共正在積極測試不同版本的亨尼帕病毒 以查看此病毒是否能進一步適應人類感染 他說 尼帕病毒可從蝙蝠或豬等動物傳播給人類 致亡率高達40%至75% 已知有幾起尼帕病毒疫情 均發生在亞洲 回憶說 如果能讓尼帕病毒輕易地人傳人 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將尼帕病毒列入潛在生物恐怖主義病原體名單 並建議美國政府高度重視該病毒 回憶說 自大流行病爆發以來 越來越多國家建立了病毒實驗室 加劇了人們對高風險研究引發疫情的擔憂 林博士也表示擔心 他說 人們正在進行越來越危險的實驗 我們需高度警惕新性病原體的危險 他說 一方面是自然界中更頻繁出現的新性病毒 另一方面是中共或其他恐怖組織 對生物武器的興趣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 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奮勇前進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都有贊助鏈接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 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净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大家看